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宅反抗军电台 其实我分不清楚他们的中文跟英文 对 声音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 对 他们就一连强批发批发 还有福州话混在里面 对 还有广东话 所以Denka现在平常都在做什么 我平常是到高庭老师 有在接学习 参加的人数以路人比较多 Cosplayers其实真的很少 都是来看的哦 对 那摄影师呢 摄影师跟Cosplayers的比较 越来越不能分辨 就是摄影师到底是怎么设定 就是其实你知道哪一个大炮就是摄影师 摄影师跟Cosplayers 应该是10比1吧 差到这么多 你用针头发做耳朵干什么 我们要做耳朵 我就是耳朵 对啊 做耳朵啦 没有在玩游戏 代替他跟大家道歉 你觉得现在台湾的这个Cosplayers的状况 是不是已经比当年你离开台湾的时候 四年前嘛 要差很多 其实现在年龄层越来越小了 对啊 对 你来现场可能就会看到 怎么都都是小学生 刚刚就有朋友在做工作室 订衣服的也都是小学中学生这样 小学生喔 对 我还没有注意到小学生这么年轻 现在小学生发育的都很好 我倒重点不是在发育 天卡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接近Cosplay这一方面 其实我刚开始是去买同仁商品 我相信也是买类似的服务 所以你第一次参加是国中的时候是不是 国中 国小 对 国一 国一 哇 国一就去参加了 其实网路上看得到日本那边Cosplayers 然后居然台湾也开始有 然后就开始就是想要去问问看对方 就是啊 怎么样才能就是做衣服啊 在哪边定制啊之类的 然后才慢慢的开始 之前一直有人在讨论 譬如说女性向的作品越来越多 然后男性向的作品越来越少 包含的甚至同仁本也都是这个样子 你的大概观察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以前服女的这一个词 还没有被大家广为知道 然后近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新闻啊还是各类的报道都开始就是 服这个字不知道我们越来看越多 服啊 宅啊之类的 所以大家就比较敢就是 真的把它搬上台面来 你们哇 加一个想要推出的角度是什么 我知道最近大家一直在推我出那个 暗黑三立啊 变成柯家士版的柯家士 但是我不会出那个版本 我目前心中想要把珍娜出一出啦 珍娜然后看卡马能不能出这样子 都是LOL角色 开始你挑选 COSEPAY的对象角色 到底是怎么挑选 喜欢啊还是适合 喜欢 因为像刚开始自己本身女生 其实出男生的话也会有一点 就是需要克服的挣扎 然后但是发现身边的朋友都是 我觉得这个角色好帅我要求他 然后他突然就被受感 就对啊 我喜欢他 所以我要求他这样子 所以就是要先基于爱 然后适不适合我们的想法改造就好 海队断线道账号 各位 宪政热卖中 请大家赶快购买 要不是我没玩 我他妈早就带团去 包围台湾暴雪 提防在楼位 我会是想玩什么样的角度 我都会被丢弃神泡甲 因为我吃不到冰 但是我去support饺子后 我都会跟ADC抢兵 所以我之后可能就是support完 会变成APC之类的东西 哦 对 完全是术语酒连发 好 没有玩LOL的不能 不能深入 吴玛丽也摇头说靠 这完全听不懂 希望将来看看要在人身上 迟早做个选择 要继续往愉快的方法发展 还是要鼓励 开始走音乐的方向 那希望DECA将来能够发光发热 让这么多的粉丝 就可以继续有一个追寻的目标 下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 继续收听阿宅反光晶电台节目 跟她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 就是我最近实况会一直开吧 开Diablo跟LOL 然后如果LOL走位又失败的话 拜托请不要纠正我 谢谢 你纠正我 我会名玩不灵的跟你说不要吵 应该就这样吧 还要做什么Ending吗 谢谢 拜拜 见面会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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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